三马克隔热纸前后档加车身全车试用活动 此次活动专业施工团队是哪一家施工厂商呢? 我们来到竹北地区红群汽车隔热纸 首先我们还是先请幸运车主做原车测试 测试 经过这样子照射以后 一半有照到一半有隔热纸照到 你把它找开 它就会传透 是 它就会传透 我等一下我再照 它慢慢会退电 没有的情况之下它会退电 做完原车测试让施工技术单位准备防护措施 在施工拆下原车隔热纸与装贴空档 我们来做个隔热纸的比较测试 让车主了解 我们把我们用金属灯跟金属的切剂 没金属就不用了 没金属很快就就穿透了 那我们用没金属 一样是金属跟金属 就是用 就是用我们smart的 这灯很亮 就一样是酒疗 有泡 有的 我们的热的反射比较强 所以它不会穿透 这是一个隔热的原理 热就直接反射掉 如果它反射不够多 它就一直加热 它就会融化掉 对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的原理 就符合刚刚那个反射热比较强的部分 是这样子 对 就是比较简单的测试 那没有金属的就不用测了 因为可能一秒它就薄了 对 很快很快就它就烧掉了 现在技术施工单位正在拆下原车的隔热纸 在这个同时要进行装贴smart系列与UV410全防紫外线的热烘烤定型 毕竟是要整张隔热纸装贴施工 让隔热纸与玻璃弧度贴合 才能够有好的施工品质 简单介绍一下 那我们在地经营有15到20年 然后以我们对店家的要求 对员工的要求 就是我们给员工一个好的环境 然后我们也给相对的 来消费的车子也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是我们有别于一般店家不同的环境 就是独立的施工空间 然后让车子也有各出事的一个环境 对就这样子 那我们是从传统的摆托店 然后也见到这样子 所谓的传统摆托店就是 你可能一进门 可能就是墙壁的间就淋漓了各种的产品 然后也在当地介绍 也在本地施工 然后你看我们的环境都看不到隔热纸的材质 所以我们独立起来 就是主要就是要呈现更高规格的空间 给消费者感受到 虽然不管我是什么等级的车 我都一样的都进来 然后有一个好的身体给客人 对那当然好的厂牌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就是互相啦 那你大概你的施工的工法 工艺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都大家都大同小异了啦 因为为了要让客户能够有一个满意度 其实我们都会尽量要求 即使在施工上面能够达到 尽量满足客人的要求 比如刚刚刚先生讲说希望不碰 那我们也要求 我们也达到通路的要求去做 那当然这要做好事前的过程 基本上我们都会尽量配合 跟你前一张比较起来 我们不讲厂牌 我们讲规格 就从最入门 马上跳到最高阶 对 希望有一个愉快的夏天 谢谢 听了红裙汽车玻璃隔热纸老板娘的简单介绍 相信各位也了解到隔热纸的施工 与品质的重要性 现在正在进行施工 整个过程也大概能够知道施工的繁琐 现在我们一样 已经贴好了 我们一样做这个UV的测试 来我们用UV灯去照射 照射以后我们来看它的穿透 完全阻隔 十外线不穿透 十外线不穿透 我们再用鲁素灯模拟太阳光 直接照射以红外线功率器来做测试 直接照射数据 832左右 我们挪下来车窗内 整个数据明显降到116左右 数据还不断地下降 我们再来测试前档的数据 先让车主拍个照留下数据 可以看到这前档的位力 几乎完全阻隔红外线 这数据降到8.6左右 数据还在持续下降 相当厉害 这次活动的专业施工团队 位于竹北区的专业团队 红群汽车音响隔热纸 此次的新运车主 所体验的就是车身 UV410全防磁外线的产品 与前档智能Smart系列体验 现场做隔热纸仪器测试 以及施工前与施工后的隔热效果 与此外线的效能 差异性测验 小伙子 大支 大支 小伙子 百分之一 年功能 年功能 小伙子 非